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老胡 在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5月7号 奴隶4月初期星期六 今天的主要年龙有 新冠肺炎疫情数据 RK客户信息泄露 加拿大常新冠患者多达50% 加拿大失业率降至5.2% 海米尔顿公交车司机被撞死 加拿大遭禽流感冲击 华裔同意嫌犯躲藏多伦多 成交价暴跌 多人多房价仍检听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首先是疫情的情况 今天是周末只有安省的疫情 安省5月7日新增2164例的确诊病例 今天与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为24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2962人 住院治疗人数为1563人 重症监护使用204人 92人需要使用呼吸剂 省实验室昨日总共完成了14521例的检测 阳性率大概为13.1% 截止到昨天晚上 安省总共注射了3292万剂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一剂注射率为93% 完全接种率为91.2% 18岁以上有59.9%的人接种了3剂疫苗 截止到5月7日中午 加拿大陆基确诊大概是380万 比昨天增加8900多人 陆基死亡是39,764人 比昨天增加80多人 陆基之余大概是350万 现有确诊大概是24.8万人 Arkia客户信息泄露 知名家具零售连锁商一家Arkia表示 近9.5万名客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Arkia已经主动通知加拿大因此监管机构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3月1日至3月3日期间 Arkia开拿大的一名同事 使用Arkia的客户数据库进行了通用搜索 结果中出现了一些客户的个人信息 泄露的信息中没有金融或银行信息 声明说Arkia客户的私人信息安全是最重要的 已经就这一事件主动通知了加拿大因此专员办公室 以及所有受影响的客户 还审查和更新了内部流程 以防止未来发生此类事件 加拿大常新冠患者多达5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在适合了解 有多少加拿大人可能长期患有新冠 公共卫生署和加拿大通缉局发起的一项调查 试图从总体上了解 人们在感染新冠后感到持续影响的普遍程度 并称这种影响可能难以识别更难以跟踪 公共卫生官叹用师在6日的记者会上说 新冠后状态的影响将是相当大的 包括如何诊断 我们知之甚深 公共卫生机构表示 已经有100多种有关的症状报告 根据研究 最常见的症状包括疲劳 记忆力问题 焦虑 疑欲 甚至创伤后应急障碍 由于症状光泛 加上很少有省份和地区提供监测记录 使得很难知道有多少人能在遭受这一病毒感染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的早期技巧表现是 10%至20%的感染者会出现长期新冠的症状 谭永师表示 最新研究表明 这一比例实际上可能高达50% 他在谈到 确定长期新冠病症的复杂性时说 长期症状可能非常光泛和非特异性 所以基于问题和问题调查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这项调查有望让公共卫生官员对有多少人患有新冠的长期症状有一个光泛的了解 甚至可能有助于确定某些地理区域或人口群体是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加拿大失业率降至5.2% 加拿大统计局5月6日公布4月份 事业率降至历史性低为5.2% 放下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 4月份全国增加了15300份工作 是自奥密克农疫情以来连续第三个月工作之位的增加 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领域的就业机会比商业增加了1.5万人 公共管理类增加1.7万人 零售业劳动力减少2.2万人 建筑业减少2.1万人 4月份实行低于20加密的人占加拿大所有员工的25.9% 近几个月来 一些迹象表明劳动力市场日益紧张 其中包括更愿意从事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人数减少 与此同时 每一小时收入在40加密以上的员工占加国员工总数的24.5%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继续显现 4月份的总工作实数比3月份下降了1.9% 部分原因是与疾病有关的确信 全国多数地区春季除天气寒冷 可能导致建筑和零售业的职位疲燃 统计局报告的工作实数减少 感应大部分原因 新冠病毒数上升 疫情不仅对加拿大经济失业率的影响不断显现 对人民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也产生了举足轻动的影响 一项调查发现 加拿大人希望继续居家办公 他们甚至愿意为此换工作 大流行对工作环境确实产生了深厉的影响 许多加拿大工人不想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大多数加拿大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 宁愿换工作去保持这种状态 重要的是通勤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 对于年轻人来说 如果待在家里可以省钱 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 选择远程办公 加拿大人的住房危机有很大关系 年轻人都在努力载钱买房 他们普遍认为 如果我可以省钱在家里吃饭 而不是去通勤 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许多加拿大人愿意放弃部分薪酬 以实现灵活性 虽然加拿大的年轻人看到了居家办公的好处 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家工作可能会影响工作效率和创造力 哈密尔顿公交司机被撞死 哈密尔顿警方称 周四下午聊天过后不久 一名49岁的女公交司机 在May Street停下了公交车 她刚一下车 一辆Honda Civic失去了控制 偏离了道路 放大了赵月司机和一座建筑物 女司机被送往医院后宣布死亡 肇事司机被捕 但随后释放 警方透露释放理由不是因为不轻轻驾驶 巨细 这是哈密尔顿今年第十一期 与交通有关的死亡事件 也是第十期涉及行人的死亡事件 加拿大遭禽流感冲击 加拿大视频检验局的数据显示 自2021年底以来 加禽和鸡蛋生产商 已经因禽流感失去了170万加禽 除爱德河王子岛外 全国其他省份均出现了禽流感病毒爆发 亚省是数字最严重的省份 有90万只家禽死亡 安省其次 有42.5万只家禽死亡 这些统计数字包括死亡病毒和被安乐死的家禽 加拿大加禽和鸡蛋加工委员会形容总裁说 虽然以禽流感而失去家禽的养殖者 有资格获得政府不少 但禽流感仍对行业造成了重大迫害 不过消费者并未受到任何转缺的影响 加拿大鸡蛋和家禽的整个供应链较具坦性 加拿大的鸡舍往往规模较小 且由家庭经营 消费者可能会注意到 鸡肉和鸡蛋的商品成为增加 这与饲料、国务成为上涨 总体通货膨胀有关 并非禽流感 华裔同济嫌犯 躲藏多伦多 卡尔加里警方相信 在全国25名统计犯名单中 2015年12月 以暮杀罪被统计的男子 克·布瑞·格兰德 与另一暮杀案 而被统计的华裔男子 汤米·奈古 一同躲在多伦多 后者因2015年9月 暮杀而被统计 警方表示 有理由相信 他们遭到同一犯罪集团的支持 并躲藏在多伦多地区 警方宣伤10万元 以获得更多的格拉纳德的信息 并宣伤5万元 以获得奈古的信息 格兰德于2015年12月13日 在卡尔加里蒙特利公园附近 枪杀侯塞而被加弹大 及国际警察组织通缉 乃古 以2015年9月6日 刺死抓死而被通缉 该案其中一名嫌疑犯 承认无杀 警方相信 多伦多地区有人 会知道二人的位置 与而公众协助提供显示 成交暴跌 多伦多房价仍然坚挺 相比之前 一套挂牌出手的房产 动不动 就是几十个竞争者出价竞标 现在这种热潮已经开始缓解 很多房产的竞逼要报价都减少了 但房价还没出现大幅下降 与二月份相比 很多小型工艺 150万以下的半独立式房产 竞标的人少了很多 以前这些房产可能要 25个以上的人竞标 现在可能只有4到5个人 现在的买家吃官网情绪浓厚 他们会更好地了解市场 以及等待利率变化 对他们购买力有多大的影响 他们想重新评估 如何应对 这个利率较高的市场 买家们又在犹豫不决 他们担心自己出价过高 因为并没有很多人跟他们竞争 买家心态会转变 去到那些挂牌后 一直卖不出去的房子 买家会越来越多的尝试去理性的谈判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 出高价买下 许多卖家仍对房家持有很高的期望 卖家想抱团对抗升息 汇率和天津预报 5月7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165元人民币 明天5月8号的天津预报 沃泰华4度到19度 情 多伦多7度到13度 情 温哥华6度到11度 小雨 魁比克4度到16度 情 卡尔加里0度到9度 雪转雪雨 以上就是这次的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